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台湾诈骗案层出不穷 又有几名少女骗家人说去韩国游学 其实是当诈骗集团的车手 被韩国警方逮捕 现在人要不要争取回台 或外交部处理的速度快或慢 都引发讨论 但为什么台湾诈骗犯罪始终无法遏止 甚至前扑后继 那诈骗犯的年纪也越来越年轻 是涉事卫生被骗 还是觉得这钱太好赚 而法官一再的轻判 是否也鼓励这些诈骗犯有恃无恐 所以中国才会强硬 将台湾的嫌犯遣送回中受审 那或许有人说 这台湾的刑度也不轻啊 也是才一罪一罚 但问题是有多少人是被重判 那轻判的结果 是否也让台湾成为诈骗天堂 另外国民党主席选举竞争激烈 洪秀柱找来南部出身的吴玉仁 担任竞选总干事 这对拓展票源有帮助吗 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光是洪秀柱感叹 不能称自己为中国人 这样能增加票或增加认同 问题是现在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国民党是不知道还是不接受呢 一场党主席选举 会不会让党越选越小 相关一体我们必须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 大家好 国民党文联会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代华 大家好 最深媒体人钟年华 钟江好 大家好 先来看 到韩国打工被家人 暴失踪的两名台湾女生 确定在韩国 涉及电信诈骗 被韩国警方逮捕 来看VCR 两名台湾人登上韩国媒体版面 以观光名义入境 却是假旅游真犯罪 当起诈骗集团的车手背带 令人意外的是 这两名19岁的台湾少女 竟然就是先前一名江妈妈 出面斜巡 富含游学却失恋的女儿 我女儿是跟我说 他们公司要派去游学三个月 她说她会被那个人手集团 或是诈骗集团给骗了 女儿一到韩国 整整半个月音讯全无 当初江妈妈心急如焚 拿出自制海报寻人 哭诉女儿可能被骗了 焦急 等待 想不到担心的眼泪还没干 现在找到人了 案件却出现戏剧性逆转 原来江姓少女 因为接受诈骗集团指示 从台湾远赴韩国 就在经济道水源一带 提领400万韩环时 被当场逮捕到案 我想这已经是变成是 我此了 甚至是有可能危及到 我们现在的免签待遇 两名台湾女子由韩国失踪 演变成涉及诈骗被捕 外交部长李大为到立法院报告 被指引状况外 韩国的这个案例是因为 当死人的意愿 他不希望在台湾的家属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说是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拘留了 看报告上 他连用的名字都不是真名 那要如何掌握呢 过去按照韩国惯例 好像嫌犯没有送过中国大陆 都是在韩国扶完新旗才回来 过去在日本韩国呢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关系呢 比较友善 所以呢他们是会 把他们在当地的嫌犯 那个扶行完毕以后 就送回台湾来 在执行还没有完毕以前 也可以根据跨国亚收经浪法呢 透过相关机制 来申请回台湾扶行 好我们看到台湾人又犯下国际诈骗案 那有例有说这是国耻 那也有媒体说 这是世界级的丑闻 或者说现在在怪 外交部处理的速度太慢等等 或者说影响免签待遇 来请教年华 这会不会太过夸大 因为毕竟其他的国际诈骗 也在台湾 也有在犯这个诈骗的情况 但是这起来反映了台湾诈骗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就说 到底要不要争取他们回台受审 还是说扶完行再回台呢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诈骗 其实现在诈骗集团 大概从十几年前是在 都在台湾犯案 那现在几乎都整个集团 是移到其他的国家去犯案 所以你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警方 对于打击诈骗集团 你不能说他没有成效 因为至少这些诈骗集团 他显然在台湾不容易 对不容易生存下去 那就移到国外去 然后诈骗的对象 也从台湾人主要 如果以语言的便利性来讲 主要就是诈骗中国人比较多 台湾人现在因为我们对诈骗集团的经验 还比较相对比较丰富 所以比较不容易被骗 那你说好 类似这样的案例 其实像这两位年轻的女生 刚好我一个朋友 她常出国 她就亲口跟我讲过 她曾经在转机的过程里面 也是遇到三个台湾的年轻人 大概二十出头 然后第一次出国 然后就因为他想都是台湾人 他想说第一次出国 需不需要给他什么帮忙 就对方也是转机到埃及的开罗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第一次出国到开罗 不是跟团 然后结果一下飞机就有人来接他们走 他当时就高度的怀疑 这个就是被诈骗集团骗过去的 那事实上诈骗集团的首脑 他在台湾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用非常优渥的条件 来欺骗这些年轻人过去 那很多年轻的朋友 因为比较可能很想急着赚第一桶金 然后可能这个涉事卫生 就很容易被那些很优美的话术 给欺骗了 然后就被骗到那边去 被诱惑了 因为可能钱很好赚 对 有些是他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因为觉得钱好赚 是这个是诱惑 那有些是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被骗过去 那你人一到当地之后 可能护照那些全部都被扣住了 然后也不让你跟家里联络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能做的就是 台湾的警方应该要针对这些诈骗集团 在台湾招揽 不管是车手也好 什么人 这样的行为应该要 有办法能够掌握他的情报 而且控制 而且要逮人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禁绝的 那至于说这个能不能够回台湾受审 因为韩国的法律未满十九岁 他是当作未成年犯 那这两位到媒体是写十九岁 大家到底有没有逐十九岁 可能要等进一步查证 那因为刑期差蛮多的 他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或是只有三年所以其实他因为就是十九岁那个分界线 其实差蛮多的能不能回台湾受审 当然就看我们台湾跟韩国之间的外交单位可能要去做一些协商 但是回来会不会又说像之前的案例 回来结果检察官又放掉了 又交保了 那大家会觉得这是变相在鼓励诈骗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以诈骗的刑度来讲 其实台湾修订过法律 你如果跟全世界其他国家比 其实不算亲 你不能每个国家都要求跟中国一样 就是就枪毙 要不要无期徒刑 你想想看 刑法的杀人罪 也不够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 你去杀害一个人 都才判这个这个刑度 那一个诈骗你说要判到无期徒刑 像韩国这样子 我觉得是恐怕会有点违反这个法律 比例原则 因为好几个案例都是轻判 轻判甚至说你缴了钱就也就算了 那也真的又太轻了 那这个益科罚金的部分 那就是看法官怎么判 因为你现在说本刑五年以下 如果判刑半年以内才可以益科罚金 那其实法官你如果说我判你七个月 你就不能益科罚金 即使你的本刑是在五年以内 你也没办法益科罚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法官 还有就是说你收证的问题 像上次有一批引渡回来在台中 结果呢 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羈押 结果通通被法院给这个裁定交保 那很多人在骂这个恐龙法官 其实你看 因为羈押 生押是检察官在提示证 那检察官也有冤枉 他说我们手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那在 从国外带回来的 在社会的压力之下 他只好去生押 那他也知道这一定会被放掉 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就是说 国际合作从第一线的警方 到侦办的检方 到最后可能审判的法院 其实最重要是你必须要掌握 很完整的证据 你才有办法让这些诈骗集团 让他神之以法付出应有的代价 那如果说你只是说 大家都说他很可恶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他关起来 好像也不是法治国家 他该有的表现 对 不过年晃其实也点出了 就是说这整个的过程 其实台湾在司法的部分 似乎有他的漏洞所在 那么也就形成 这些诈骗集团层出不穷 来请教这个市营委员 这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 那虽然说我们的法 也许在刑度上 一罪一罚等等 累加你可以判到七年或以上等等 但问题是实际上 侵判的比例是非常高 大家都觉得这等于是鼓励诈骗 那现在就说这两名 这个所谓的是个少女去韩国等等 虽然犯下 也许他们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那又犯 又是出犯犯下这样的罪 那现在语论上 就是说有支持他们 要回台受审 还是说在韩国 他们就可能就服完个 两三年刑期之后再回来呢 我想就几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案子今天早上 在外交官方委员会的时候 其实有不少的委员 都有提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状况是 这个连父母刚开始 都搞不清楚 他的子女到韩国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还说是不是被诈骗集团给骗了 结果事情爆发出来 是他们是诈骗集团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 前后的这个反差 实在非常的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当事人 在韩国被逮捕的时候 第一时间又要求 请韩国的警方 不要通知 我们的驻韩代表处 以及我们的这个家长 台湾的家长 所以变成说 就产生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落差 出现在这边 那我最近来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认为我们台湾是不是重新去思考 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校园的法治教育 是不是重新要去做一下检讨 台湾现在有两个蛮重的 在在学校里面有两个蛮重的一个问题 当然第一个就是吸毒氾滥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法治教育不足的问题 因为许多诈骗集团的人 我们就发现都是十几二十岁 二十几岁的人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可能我们的 要从校园教育这边来重新来着手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诈骗集团 他的犯案也是推陈出清 过去在台湾的诈骗集团犯罪 好办理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加害人 发生地跟被害人可能都在台湾 所以就司法执行上来讲 只要你认真去稽查 有效的稽查 一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丰硕的成果 现在的状况是加害人 发生地 以及被害人 也许是跨越三个国家 一个是台湾人跑到非洲 向中国的什么民众诈骗 或者台湾人跑到韩国 也许像日本的民众诈骗 都有可能 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三个地方 因为这个侦查的发动权 一定是受害国 也就是受害国的人民要先报案 那过去中国政府 面对这个东西 事实上他是很低调 没在处理的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诈骗案子 几乎都层出不穷 那最近这几年中国 可能发现这问题的严重性 记得上一次 大家在谈到非洲那个案子 为什么中国大张旗鼓 有一说是中国的太子长 有人全被骗了 所以才惊动中国的高层 所以这一定要延办 才开始后续一连串的办起来 否则在那之前 你几乎会发现 好像诈骗集团 整批整批的一些人 在海外第三地 透过电话转接的方式 对中国的民众诈骗 大家觉得好像非常容易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中国政府懒得管 第二个 发生地的当地国 比如说非洲 他根本不晓得什么东西 那台湾冷却 台湾也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过去这个是一直在这样做 这些事情发生 我认为我们就要去重新思考 像以韩国来看的话 我我我不是很确定 韩国未来的下一个阶段 韩国政府能不能办得下去 假设他的发生地 因为我们知道地点在韩国 他诈骗的人 如果是韩国民众的话 那我想韩国政府 韩国警方办这还是好办 如果今天他的诈骗的人 是中国籍的民众 在中国的话 那除非中国政府 有提供相关的资料 那这时候韩国政府 又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要把人移送到中国 还是韩国自己审判 自己判完之后 再抢送回来台湾 那过去几个案例 是在韩国 台湾目前有三百多个人 在那边 就是在韩国的政府 直接法院判完之后 在韩国服刑 服刑完毕之后送回来台湾 就是驱逐出境的意思 所以看起来 目前流程会是这样子来做 那这次这个案例 台湾要去争取 这两名少女回台湾吗 还是说按照他们过去的观点 跟他没有引渡嘛 第二个以韩国来讲 他通常过去的几次经验来看 韩国政府会主张他的司法权 直接在那边禁为审判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现在不确定 站在这个案子里面 韩国警方 到底拥有多少的证据 就是说我就是要被害人 提供的证据 如果今天他是韩国 当地的被害人提供证据 那我认为韩国在司法权 完全审判之下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跟他谈 能不能就是判决完毕之后引渡到回来受审 那这个可以谈谈看 那如果说这个犯罪的被害人都在中国的话 那中国有可能在这件事情 他也向韩国提出 希望可以引渡到 对因为卡到另外几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这个部分目前来讲 韩国的警方还没有做正式的记者会宣告 这个内容是怎么样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那今天我记得是今天还是明天 我们的驻韩代表处 会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看守所 去探视那两个人 已经跟韩国政府讲好 可以去了 所以我想大概探视完毕之后 应该会比较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是的确 当然这个案件是还在侦办中 只是说这个案件会影响到 这个跨国多国的这个所谓的司法权 来请教士维哥 那这个部分恐怕又让我们想起 上次的这个肯雅案 两岸之间在互征这个 到底是谁有这个司法管辖权 但如果现在来看的话 在民意上是不是觉得 好像就让那个那些人 就在当地国就去服完刑 受审等等 就好了不要再回来 因为感觉上回来 我们简单官好像是没有把他放掉了 我在评论之前 我们现在呼吁一下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年轻的这一些儿子女儿 他们有在国外在讲说 他要从此打工的时候 我会觉得想说 父母亲你应该在此时此刻 要稍微关心一下 这个我觉得要呼吁一下 再回来 刚刚仲将你讲的很好 在去年国民党败选完了之后 民进党胜选还没执政 肯雅案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时候 我们国内的一个舆论 甚至我们国内的这一个绿营的立法委员 是怎么样子的讲说 執政党你怎么没有去把这个人给引入 怎么让中国大陆拿这个带过去呢 然后我们要伸张我们台湾 这个国民的一个人权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解释 事实上那时候法务部 甚至于陆委会也一直讲 从2011年那个时候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原本他的一个基地是在台湾 后来跑到海峡对岸的沿海 甚至于到内地 那共同打击犯罪了之后 然后这些基地才跑到哪里 跑到东南亚 甚至于跑到非洲 跑到欧洲很多 那你说肯雅那个时候 同样的也是那个家人在讲说 他的孩子 然后到这个国外旅游的时候 然后自助旅游 然后不见了 结果吵得沸沸扬 就如同好像这一个 两个少女一样 就想说他去观光 甚至去游学 殊不知他是被 这一个诈骗集团 所利用也好 或者是心甘情愿也罢 然后就是从事 这一个诈骗的一个 这一个事项 我会觉得讲说 我们今天不要意识形态 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做 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子 包括我们国内 大家会觉得讲说 好像我们诈骗的一个刑法 是比较轻的 所以说你到国外去犯罪了之后 然后国内的一个舆论伸张了之后 然后又去把他带回来 结果肯要带回 有的带到大陆去 就直接戴着头套 然后就关起来 有的直接回来的时候 然后检察官没有试证 因为你没有犯罪的试词 甚至于那个公文 犯罪的一个事项 没有一起过来 结果就放掉了 那你讲说是检察官 或者是法官 他们不办吗 也不然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讲说 两岸你共同打击犯罪 甚至于现在是在韩国 那韩国跟我们没有邦交 但是我们有互设 这个办事处 是不是能够透过法务部 然后跟他们来做言理 那法务部也讲 那就要看法官的一个态度 那如果到时候 如果像刚刚市印委员所说的 如果南韩那个时候 如果说要遣返了 那到时候海峡对岸 如果大陆当局 他们又去说 那又遣返反 那那那怎么办 我还是觉得讲说 回归 回到我们国内 我们也不希望讲说 此时刻 好像说我们蓝营的 又去讲绿营的怎么样子 事实上我们要共同打击犯罪 我们不要让台湾让国际舆论讲说 我们台湾好像是 这一个诈骗集团的王国 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做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利用修法的事项也好 或者说其他方式来遏止的一个部分也好 但是我还是觉得讲说 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 这是必须的 但是吴奈 现在两岸的一个政策 钥匙不活 完完全全都没有对话的一个管道 那你说要怎么样子做 我会觉得讲说 这也是执政当局 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对 其实从一件诈骗案可以讨论出 其实国际之间对于司法管辖权 到底要如何去取舍 那么当然就说 台湾的诈骗集团 为什么会不断的成长呢 感觉上就说 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来请教戴华人 在法的部分 刚刚您的方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的法并不会比较轻 但问题就在于 好像都大部分都是轻判的结果 会让这些诈骗犯觉得有恃无恐 反正如果在台湾 那当然在国外可能就不一定了 在台湾至少可能就被放掉了 或说可能罚款 或说真的只有一成左右才被重判 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对于所谓的司法 其实很难有信心 对 其实从这个案件 可以两个面向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电信诈漆案 是不是判得过清 这是一个议题 那第二个是犯罪犯 这个诈骗犯 它是不是近年来都是引渡到中国 而不是台湾 其实这两个议题是要分开处理的 那我们先看这个刑度是不是过清这件事情 其实我某个程度来讲 我是认同年旷 其实在台湾本身在台湾电信诈漆的刑责 其实并没有比较轻 那但是我们是可以要求这个检察官是要从众求刑 其实每一个国家他在刑法的规定都是跟整个社会的 的脉动 以及他文明的进步程度在做通盘的考量 所以而且也是由国会来制定 国会也就是在反映民意 所以在台湾的诈骑是属于这个财产的犯罪和切道和侵占的程度是相同的 其实也跟日本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要将这个第三百刑法的第三百三十九条加重 那其他的刑法也要加重 台湾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刑的国家 那如果从我们来看刑法 他从民国九十四年修正刑法的时候 诈欺罪其实是一罪一罚 一名嫌犯最高是可以判到这个五年 还可以累加刑期 最终可以判到二十年 那以现在的电信诈欺 目前是最高可以判到三十年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刑度的比较 以及就是一案法来讲的话 是可以这个检察官依照目前整个社会的语情 对于这个詐欺案 这个几乎是深恶痛绝的这样的民意反应 而且对就是都明明法可以加重到三十年 但是为什么可以判到三十年 那为什么我们的法官没有重判 所以反而是检察官是应该要审酌 现在的社会预期 以及他泛滥的程度 所以应该是要 应该检察官是要要重重求刑的 所以说对于大量的犯罪犯的 诈骗犯的这个求刑 更高来做目前的这个法律的调整 是我们目前可以来要求检察官 对的确说从刑度的部分应该是够 说最终可以到三十年 或说也许你判到七年等等 但问题是有高达九成是轻判 那这样的结果 其实会让整个这个犯罪集团 其实是受到鼓舞的 因为你去诈骗的结果 反正受到的刑期就这么一点点 那黏晃 这恐怕就说司法官必须去考量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轻判的一个结果 你变成是去鼓励那个诈骗集团 当然就行这个部分摆在那边 结果却没有用 那也让国民对于这个 所谓的犯罪集团这惩治 感觉到没有信心 对刚刚这个林大华委员 把这个法律的行度都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法律的原则就如刚刚林委员特别提到 就是说对于财产的侵犯 损害跟对于人命的损害跟侵犯 在刑法上 他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把对财产的损害跟侵犯 那个刑度比照对人人身安全 或人命的损害跟侵犯 那个在民主法治国家 基本上大概不太有人会 会做这样的立法 可是下一个问题很关键在这里 最终可以判到三十年 那我们回去看实务上 有没有诈骗集团被判到三十年 没有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是法官不愿意判 还是说调查所得的证据 不足以支撑法官判三十年 我们先不要都怪法官 也不是所有法官都是恐龙法官 就法官今天他不愿意判三十年 明明有法律在那里让你试用 可是你不愿意判 大概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法官觉得说 这好像没那么严重 不应该判到那么重 另外一个是说 他觉得没那么严重 钱不是他被骗 因为受害者觉得很严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同理心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检察官送上来证据 就不足以支撑我判他 判到三十年 你要我怎么判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 办案的技术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他 那其实的确 诈骗集团现在难办 就如刚刚蔡委员讲过 他可能会至少横跨三个国家 犯案人犯案地跟受骗受害人 他可能在三个不同的国家 甚至可能更多的国家 那在这种国际合作的情况之下 那你知道我们台湾又长期被秉除在国际刑警组织之外 所以我们在犯罪增防的合作 或是证据的交换 都有相当执行上的难度 那你在这种情况 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可能会变成说 大家觉得很严重 然后回到台湾 因为证据不够 所以被判得很轻 那这个障碍是 我觉得是政府 不管是你法务部的国际师也好 或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 这个外事单位也好 外事警察局也好 应该设法去突破这样子的困难 然后当然最后政府还是得出现 比如说针对一些诈骗集团常去犯 就是我们先讲机房好了 就他的机房所设的地方 其实在韩国是很少见 因为韩国大概最近十几年来 很少有诈骗集团的机房会在韩国的 大部分现在都往北非 或是一些比较稍微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去 更遥远 对对更遥远 因为他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呢在韩国比较少见 那其实诈骗集团的机房的重症 大概就是在南欧北非一些国家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政府 包含外交部法务部 跟内政部的警政署 应该去主动去找这些国家来谈 说我们要打击诈骗集团 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可是因为种种因素 将来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加强双方警方的合作 做犯罪的真防 那万一发生犯罪行为的时候 两边的这个证据 文书怎么样的交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政府 可以更积极去做的事情 对的确 因为说起来 这个各政府之间必须去合作 不然这个 比如说我们去跟对方谈的时候 对方的人民 也有可能被骗 对不对 蔡伟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增加 那些国家 跟我们洽谈之间的一个 就是说比较能够顺畅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它的困难度 我们去观察一下 我们先讲这个刑期判很低的原因 像中国的政府 他就是用这个金额跟刑度 把它绑在一起 我就说我用诈骗多少钱以上 我就判你多少刑 那我的理解到目前为止 台湾在这部分的临结度 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觉得未来 是不是法务部可以要求 我们的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 就按照诈骗金额 来做一个刑度的基础 中国是说诈骗人民币 二十万 刑期十年 二十万大概就一百万台币 那事实上这个可以理解 你看我们台湾现在 判都判一到五年 大概都一两年而已 那如果一个诈骗的人 他一两年可以赚个一两百万 他被判一年 他觉得很划算 为什么 对他来讲 他可能如果真正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也许一个月三万块 一年五六十万而已 给他两年的收入 所以他会觉得说拼拼看 拼一下就过了 他觉得划得来 所以这会就会助长 所以我如果说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 像一些国家做法 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把金额跟刑度绑在一起 这第一个来讨论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种跨国性的犯罪 如果从刚才你话讲 听起来是这样子做 可是实物上我的理解 他有困难出现 为什么 因为机房就讲的 这个发生地的国家 通常他没有案子 也就是说 他是对第三国诈骗 对 所以像非洲那个案子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久 非洲没有受害人 那么远 大家为什么要跑去非洲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中国的太子党 那个事情爆发的话 非洲政府根本不想理这个案子 因为非洲政府自己都说 那个我记得是 索马尼亚那边 他们就说 我们没有诈骗 没有受害人 我办什么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些人在那边吃喝拉撒 对他来讲是一个经济的收入来源之一 搞不好 那些人在那边都是 就是我们说的大碗级的人物 就是花钱花得很大方 他要不然你多来无所谓 对非洲国家根本没差 因为他的诈骗国民 并不是当地非洲的人民 所以事实上你会 而且我想 会做诈骗集团的在那边 多多少少 我认为一定跟当地的警方 有一定程度的挂钩 我所谓的挂钩就是什么 你想想看 他要把机房运过去 设备运过去 人一批一批的带过去 住一个豪华透天别墅 当地的警察难道是笨蛋吗 绝对不会 所以一定多多少少有去关切 所以他们那些人 多多少少在地方 有运一些关系在那边 那所以都相干无事 那这个是非洲那个案子 会被爆发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强力要求 他就说我被炸很多了 所以我一直要求他 所以警方才去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问题之所在 即便在现阶段 我们政府去向这几个 主要的发生国 去跟他谈说 是不是谈共同打击犯罪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 还是有他的困难 因为对那些国家 我的了解 他们对这个案子都兴趣缺缺 为什么 又不是我的案子 我管你那么多干什么 对 所以实务上 会有一些困难 反而中国跟他谈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 有点有利可图 因为中国那边 可能跟他说 因为经济投资等等 所以你要跟他签一个 共同打击犯罪的协定 变成为这个情形 所以这也是 台湾在跟非洲这几个国家 在谈的时候 非常谈困难的地方 来 请教师伟哥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所谓的司法管辖权 或是共同打击犯罪 这个部分 其实有很大的一块 这个所谓的遏止犯罪 还是在于司法的部分 那我们的司法 刚刚其实年华也提到 我们的刑度够 但问题是 我们的众判的这个比例 真的是太低 大部分都是轻判 那轻判的结果 甚至就是说 你即使一审有众判好了 到了二三成 也有可能轻判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也就助长了 这个诈骗集团 让台湾成为诈骗天堂 这是确实的 你看 看我们政府的决心 跟态度 还有立法委员朱公 大家怎么样去认定 这一个诈骗的一个思想 真的 你说警政署 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吗 以前所有的一个诈骗集团 他的一个机房 都是在我们国内 打击了之后 跑到海峡对岸 我们去跟海峡对岸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结果他跑到非洲 跑到东南游 跑到欧洲去 你说像肯雅那个案子 他有恃无恐 他就是认为讲说 你当地的一个电信法规来讲 约束不到我 所以说当时 他的一个犯罪地点 他的那个电信法来讲的话 他在肯雅 他不适用 他迷罪 所以他们也蛮聪明的 法律研究人清楚 所以说事实上诈骗集团 他很会钻这些法律的漏洞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严苛的来制定法 然后来共同的一个打击犯罪 你说今天 刚刚世音委员讲的 肯雅那个案子 就算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个太子党 他受害了之后 他去做 好了 那前一阵子的西班牙的 也是好几百人 甚至于也有包括了 马来西亚 亚美尼亚 土耳其 甚至于千普産 很多 那你说今天韩国的这个事项 听说韩国也有一个大学生 也被诈骗了他的一个学费 后来好像也去寻短 那你说真的 如果说以这个诈骗事项来讲的话 真的是全世界人神共愤 但是我们不希望讲说 我们台湾 我们过去创造的经济奇迹 我们创造的政治奇迹 结果现在我们又让局势在 我们有争取这么多 免签的一个待遇 结果我们又让人家讲说 我们是诈骗王国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讲 好啊 那你看那些退降到台下对岸去 你就会制定讲说 有损国家尊严 然后你制定要把他的一个退休奉 这些诈骗来也是有损国家尊严 这个诈骗旗来我们讲 这有没有有损国家尊严 也有啊 如果万一因为这个诈骗旗来 导致到我们的一个免签 待遇国我们越来越紧缩 越来越紧缩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 是 的确 我想到一招 干脆以后把他护照扣了起来 不能够像陆委会 前一阵子拍了一个广告 讲 你去国外诈骗的时候 你会被遣送到大陆去 这会诅咒用 中国大陆的行动比较重 对 所以真的 台湾不能再成为一个诈骗天堂 当然也有赖我们的司法制度 真的要加加油 先休息会 稍后来关心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那么洪秀柱是找来 这个前立委吴育然 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 这样子对于增加票源 有帮助吗 另一方面他也说 在这块土地 不能称自己为中国人 为什么不行呢 那这对整个广大的台湾民意 是不是也互相的矛盾跟冲突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竞选总干事 就是前立委吴育然 他说呢 接到幕僚电话 没想到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那比起其他参选人的竞选总干事 他算是相当年轻 来听他怎么说 像昨天晚上我就睡不大早了 因为感觉到说 这个是一个党主席的选举 因为过去担任 现任党主席的总干事 在国民党都是位阶都非常高的 干过党的秘书长 干过党的副主席 才有办法来担任这个位置 那我算是国民党内的年轻世代 当时我是不知道说 要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那直到洪主席来跟我说 是要担任竞选总干事的时候 我还吓了一跳 好 我们看到吴宇仁 要担任洪秀柱的竞选总干事 我来请教戴华委员 同样这个出身中南部 你怎么看 那吴宇仁他可以吸纳 中南部的党员票吗 或说年轻选票 他比较年轻 还是说呢 如同这个洪秀柱 找詹启贤当副主席是一样的 感觉是一个象征意义呢 我想两个部分 他是不是能够影响南部的选票 我个人打上一个问号 那怎么说 其实吴宇仁答的背景 他本身是云林人在嘉义教书 那也当过国民党云林县党部的副主委 还有嘉义县党部的主委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个吴宇仁他在云嘉一带 看起来是很有耕耘 可是他在云嘉一带 甚至台湾南部的影响力如何 以及对中南部的这个选举来讲 会不会对洪秀柱 洪主席来加分 其实我们来看目前国民党的势力版图 吴宇仁他之前认领过 因为他是部份区立委 那他也认领过云林跟嘉义两个地方来谈 那嘉义主要的影响力就两个 黄慧敏这个副主席 那包括萧淑利 那这两个在嘉义的这个势力 两个大条就踩在那里 那云林是属于张荣卫家族的 所以其中萧淑利是挺洪秀柱 洪主席的 所以呢这个洪秀柱要在嘉义 在重度的部署人马的必要性 是不是我觉得是相对不高 那但是呢 对云林张荣卫家族看起来是挺好的 好农兵好这个好市长的 所以呢张荣卫的儿子来担任 好农兵的竞选团队的分区总干事 所以你说吴宜仁是不是能与现任的 云林县党部的主委陈聪明 共同发挥大于张系的 就张荣卫的影响力 抢得过他们的就对 是其实大家也知道 应该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说第一个层面来看 可能要也是显示这个洪秀柱 作为现任党主席的优势 党机器是是由他在操作的 我想可能要凸显的只是这样的作为 可是实质上对他的影 真的是不是在南部当中有影响 以及这个对他这个洪主席的 这个选情是有加分 我个人是存疑 但是如果呢就启用吴宇仁 他是给年轻人机会吗 或者是说吴宇仁 他可以代表南部的声音吗 或者是说他在他是不是能够足以代表青年 终生代的声音 当然是我们值得观察了 因为如果现在来看现在国民党各阵营的用人 无论是好吴沾这个攀洪 好那其实呢在人才的拔桌上是还是比较封闭的系统 所以真正的年轻世代是很难受到重用的 而且也是足以有撼动年轻人诉求的这个很清楚的主轴 其实目前也看不到 反而年轻人出来是不是是一个花瓶 那甚至也因为没有很清楚的主轴 年轻人在问证的空间当中 其实相当限缩的 更不要说给这个年轻人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在国民党大老文化的笼罩之下 所造成的年轻世代的一个断层 其实是国民党目前来讲 我认为还没有突破的地方 那也相信这也是目前年轻一代 没有办法形成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红秀柱找吴玉仁是不是能够吸纳中南部的选票 是不是能够吸引年轻的选票 来请问诗伟哥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吴玉仁 他在这个中南部的影响力 那问题是前两天红秀柱主席也提到了 他就说不能称自己为中国人 那既然想吸纳中南部的选票 那又说自己不能称为自己的中国人 感觉上这个两边的力量会不会互相抵消 我想不用怕 我在台湾刺激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也是中国人 我会觉得讲说各自结的 你说一中各表 我们是中华民国海峡对岸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你回过头来 你讲说朱律姐今天用了吴玉仁委员 担任竞选的一个重干事 我会觉得讲说现在有六位这一个先进表态 我会觉得讲说不止兄弟登山 是兄弟姐妹各自登山 要各自努力 今天如果讲说你这个阵营 你讲说用老的或用年轻的 我不会排斥讲说你要世代交替 或者是说你要世代提息 我会觉得老的有老婆 他有经验 年轻的他也比较穷 他的一个执行力 是不是你在用起来的话 适财适所 我会觉得讲说每个 这个要参选党主席的一个候选人 他用人为财 到底他适财适所 他要把他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讲说吴玉仁委员没有错 他在云家这一个部分 他的琢磨是比较深的 而且是比较有渊源的 但是你讲说他其他劳工的这个区块 甚至于在北部或南部 他的一个冲进 他的一个执行力 我相信也是够的 那你说像这个吴副总统 他找了这一个张选耀委员 甚至于李清华委员 这一些也过去都在基层 甚至于在中央 他也都有他的一个历练 甚至于他现在也把 过去南投县长部的一个主委李泽华 也带过去他的一个组织部 然后做这一个执行长的一个角色 那你说好副主席 他也有他的一个 这一个专才在 甚至于他也有大量的 跟这一些年轻世代 像这些青年团 来做一个接触 乃至于詹启贤副主席 他也是有一些年轻 这代表什么 国民党确实年轻的这一代 我们断层了 我们培养的不够 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 培养年轻的 在我们失去执政权之后 沦落为在野之后 我们能够砍掉重脸 我们希望有一些老的 能够把他的经验 能够来提起这些年轻的 然后相辅相成 能够让国民党 能够东山再起 能够让国民党 未来能够育我凤凰 还有机会得到选民的一个青睐 重新执政 我相信这是当务之急 那不管如何 今天谁用谁 我们都会把它看作 讲说党内的一个竞争 那竞争 我们希望会有纷争 但是不要斗争 选完了之后 大家团结一次对外 这也是我常常在讲说 民进党都要老会老弟 人家选完了之后 人家团结一致对外 这一点是我们国民党 我们必须要做训练 施维哥真的讲的面面俱到 你确实 年号怎么看 找施育仁来 吴育仁来 可以帮朱鲁姐 稀娜选票吗 吴育仁 我跟他同台过好几次 他的大概就是年轻形象 其实也不算很年轻 形象还可以 不讨人厌 大概就是以上是他的优点 那的确 虽然他在嘉义县的国立中正大学教书 担任过云林县党部 也在嘉义市选举过 但是你说他在地方基层 能不能够变成一个重要的装脚 来帮洪秀柱拉票 我看恐怕也不完全说真的 跟其他台面上的人物 比较起来的话 恐怕他还差那么一点点 比如说你在云林 你大概就比不过张荣卫 那在嘉义就不用比这个嘉义市 国民党这个两座大三头 孝树丽跟这个黄敏惠两个人 所以影响力还真的是 还是有 感染没感染 感染没感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很现实的问题 那至于说对于住住节有没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候选人自己的形象跟他自己过去所做过的事情 他的谈话以及他对未来的政策 其实已经决定了选民大概七八成的投票的意愿 那你说一个多强的总干事 一个多强的竞选主委 或是一个多强的操刀 这个都会做文宣的人 大概你都必须基于这个基础 去帮他做包装跟加强 你才能达到十分 那如果说候选人本身只有三分或五分 你后面这些人永远没办法帮他加到十分 所以觉得找五月人来可能也于事无补了 目前绅士到底怎么样 我做出的绅士是 我们上一杯的讨论好像有点下滑 因为其实我们不能用我们局外人的眼光 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因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他的选民跟台湾整体的一千六七百万的公民的结构 是不相同 甚至说有还蛮大的差异 就我们知道黄复兴党部的党员 大概可能会占国民党这次党主席选举合格选民将近一半 对将近一半左右 那这一半的选民 大概就可以决定谁来当党主席 好 那我们也知道黄复兴党部的党员 他因为他的历史背景 他的出生环境等等 就以洪秀珠举例的讲这个说 在台湾不能称自己为中国人 这一句话就好了 我从来不会想到说我是中国人 所以在台湾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中国人 我干嘛称呼自己是中国人 那他讲这句话用意是什么 对 所以你光就凸显就这个就是要拉了黄复兴的选票 因为台湾的确从立志的民调我们看得出来 大概有一小部分人自称自己是自认为自己的国族 认同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我我认为这这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 是在中国国民党 黄复兴党部里面的党员 所以洪秀珠讲这个话 当然是要争取黄复兴党部 这些比较深蓝系统的人的支持 他觉得说我在台湾不能自己称自己为中国人 觉得很可怜被打压 就是很可怜嘛 小可怜嘛 那其实洪秀珠又错了 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国家 你可以称自己是中国人 没有问题的 对 我没有说他不能啊 对啊 没有人会 我只说他不能称为自己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将来我也不想当中国人 可是你要自己认定你是中国人 没有人会反对你 但是当你要面对选票的检验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去评估啊 你如果宣称自己是中国人 那能不能够得到台湾大多数 主流民意的认同 这个是他自己要去评估的 那当然洪秀珠讲这个话 他主要就是要争取这个深蓝选民的支持 可是就算让他当选好了 他现在所讲的话 将来假设洪秀珠要选总统 或是说将来国民党 2020 2018的选举 推出候选人的时候 现在你所讲过的话 将来都会有人会想问 那你国民党政策到底是怎么样 对 会拿出来 一定会被拿出来检验嘛 那你说好 也许你党主席赢了 可是对整个国民党党的发展 我觉得这恐怕是比较不好的方向 对的确 一般人可以你说 很自由地称自己为中国人 但是当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如果要自称自己为中国人 那恐怕就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党主席是不是能够吸纳更多的认同 蔡委员会之前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国民党主席洪秀珠找吴玉仁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 来请教蔡委员怎么看 那再来就是说洪秀珠也说了 不能称自己为中国人 是真的不能称吗 还是说是一种杯清牌呢 我觉得就两个部分来看 这个我想这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内的选举 我觉得其实最后就是反正 谁的人马投票率比较高 我认为谁就大概当选 那总干事理论上 我们认为一个总干事 是应该能够总览全局 然后能够帮他操盘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吴玉仁 应该没办法做到总干事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认为他是象征一一大S之一 但是我听他内容讲那段话之后 我觉得他是象庄武建议在配工 他在想也许这个洪秀珠 如果去任党主席之后 他能不能成为秘书长 那他可能就是国民党内 优势以来最年轻的秘书长 应该算年轻一辈的 我在想他可能想着下一步就对了 因为我自己认为说 以现在的状况 吴玉仁能够帮洪秀珠操盘是有限的 因为毕竟洪秀珠的主要票源 来自于黄复兴党部的支持 那吴玉仁长期 好像也跟黄复兴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他如果找陈振兴党整个官司 我觉得操盘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他的任务是会局限在中南部 或是说年轻选票 理取就是说 就是非黄复兴的那一块不要输太多 但我认为效果有限 因为毕竟他的知名度 或者跟其他几个候选人知名度 推的人选来讲 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他想的 那可是记者访问他说 你看他讲那段内容 一直在讲世代啊 怎么的 我觉得他是在想说 那你洪秀珠 居然今天邀请我来帮忙你 那如果你胜选之后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来接个秘书长 可能他在想这个吧 我在猜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这个洪秀珠在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不能 身体是中国人等等等等 然后可能也许大家外界不同的解读 那我觉得这不同的解读 其实就是目前 台湾现在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大家每次在台湾问到说 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 这就其实很矛盾 你讲的中国 简称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 还是指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对 那这两个其实含义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可是实陆上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我们会看到这个中华民国 在现在跟台湾 几乎逐渐逐渐成为等同一词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很多人就在说 如果两岸一中 很多人就在提这个东西 那两岸一中 最后的那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那马英九在在这个美国受访的时候 他自己都说中华民国 要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陆上不可能 所以等着之后被捅 所以当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中国未来指的 大家就会 其实就会等于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因此有许多人 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 就会说我不是中国人 因为这时候大部分的 普遍的认知 甚至是国际的认知 都会认为中国等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说实在 中华民国很难简称为中国 一般就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现在来讲 中华民国的简称 大概通常大家都会说 那等于台湾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 那如果我们的民调里面 大家说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那维持现状就维持中华民国 占了一个体制 那中华民国就维持中华民国 不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併吊掉 或被他占领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于有一批 过去他可能长期 对于对岸的土地 存有感情的 这个因为他可能在移民 逃难的过程中 到这里来的人 他讲到那个时候 他讲的中国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在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在讲中国的那块土地 所以这有点点矛盾 可是实务上来讲 就是说你用情感上的表达这句话 跟在政治上是矛盾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当洪秀柱 他提说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中国 其实他的重点 也不是在讲中国 他知道告诉那一群 过去从中国这块土地 可能移民或逃难到台湾 这边说 你看我跟你讲的是一样的事情 可是他讲这句话说 对某一些长期在台湾 三个人就说 那你讲的中国 会不会是等于未来 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就产生我讲的矛盾的一个心态 这也是刚才年豪哥刚才讲的说 他的这样的诉求 在国民党内 我认为在国民党内选举过程当中 是具备有效的 你觉得有用的 就是争取深蓝的支持 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他就要在国民党内 他其实这句话是要诉求 一个深蓝的感情 就是土地的感情 可是洪秀柱本身就是深蓝代表 他还需要再去 是不是因为别人抢票抢得凶 包括好跟武 好龙兵都在抢这个东西 大家好龙兵的爸爸 或者是谁的什么人 大家都说他跟 你注意他们都在讲这个东西 那只是说当他真的未来 如果他训任党主席成功 他在面对台湾社会 重新检验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说 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是另外一个困难 对的确 到底是认同这块土地 台湾还是中国来代表原 我想记得英国共产党的选举 虽然是非常地精神 但是我选举的诚心 不满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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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